前段时间朋友拿来了一盒鹌鹑蛋 让我帮他孵 16天之后就孵出了这么多小鹌鹑 朋友来拿鹌鹑的时候 还有两颗蛋没有孵化出来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又把这两颗鹌鹑蛋放在了孵化箱里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听到了两个小家伙的叫声 是他们住了18天的家 刚刚出口的两个小家伙 浑身是碌碌的 这些小家伙很顽强 都是自己钻出来的 我没有帮一下 这是他们出口的第二天 身上的羽毛干了 已经会走了 也已经会自己吃食了 前段朋友说这种鹌鹑长大之后 浑身的羽毛是白色的 比辣一种普通的鹌鹑 体型要大 从来没有养过鹌鹑 也不知道好不好养 如果好养的话 就让朋友把这脸只送给我了 我来把它当宠物养 听说他们长得很快 40多天就会下单了 不知道这些脸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不过他们的寿命很短 好像说只能活年龄多 这是他们出口的第三天 感觉又长大了一点 这只比较安静 应该是母的 我把这只拿走 另外一只在那里叫个不停的 这家伙就很过分呀 没事就吃着嗓子在那里叫 个子小 声音还特别特别的大 还在我的舌上拿了一坨爸爸 太可恶了 遇着你叫 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叫啥呀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问他他也不说呀 也不等他在说什么 这家伙看着一年的不服气 看着就不太好惹的样子 这个多乖 本来是会的 再见 再见 继续